我們來看一下哪個生肖租業的數量最多 其實說真的,現在在目前的趨勢底下 大部分的人都是希望從大數據裡面 知道一個量的結果 所以有的時候你要做決策的時候 比如說你哪個東西賣得最好 你不能老闆問你哪個數量賣得最好 你不能說我覺得好像是哪一個 如果你回答是好像 人家會覺得你這根本不是很用心 你應該要很快告訴他說 哪一個東西賣得最好 而且他的最近幾個 哪些月份郵集賣得最多 然後他的趨勢是越多還是越少 這樣的話你才有辦法做一個正確的決策 其實做決策能夠正確的話 其實背後是需要藉由大數據來輔助 所以現在很多大數據分析 並不是說我今天都是用嘴巴說說的 當然為什麼需要大數據分析做決策 其實有的時候錯誤的決策比貪污更可怕 因為錯誤的決策 這造成什麼 很多時候是什麼 你的預算浪費 到底應該要怎麼做 你不能說好像怎麼樣 好像怎麼樣 像最近就有人討論說那個什麼 因為台鐵出事了 所以接下來應該怎麼樣讓台鐵起始為生 對不對 你不能說我們就開始怎麼樣 每個人都有意見 那問題你要拿出數據來 你不能說怎麼樣才能讓它更好 那問題是你要能夠知道說 台鐵現在哪些地方是最賺錢的 那當然應該是留下最賺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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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捨棄掉最賺錢的 自然而然這家公司才有救 不然的話 那都說空話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 盡量你要拿出數據才能夠說服別人 就像說哪個成語 成語裡面12生肖哪個出現最多 剛剛同學有猜那個數的 也有猜 也有說在網路上Google Google也可以知道 Google檔案馬上搜尋 他會告訴你 反正是馬出現 後來發現那個虎出現最多 其實虎跟馬是數量是一樣的 那當然我是按照我現在這個資料所取得的 所以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要怎麼樣得到這個答案的結果 那我怎麼做的跟各位講 其實不是用算的 那如果說你將來 假如說你要快速得到這個結果 其實你可以運用什麼 運用一個公司就可以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早上那個 或者像我們Excel VBA裡面教的 其實第一個 如果你要快速使用Excel VBA的話 第一個你一定要熟悉 裡面的Excel VBA的函數 還有它的公式 如果你可以做到 那很快可以得到答案 不然的話你怎麼做 像傻傻的 如果像以前的做法 你就一直查 數柴面然後看幾個 牛柴面看幾個 那你可能要查12遍 才能夠得到結果 但是如果你今天會用康義服這個函數的話 你只要輸入一個公式 向下拉就得到結果 OK 所以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那首先的話我們需要上面這個表格 那這個表格當然你想說 這個地方怎麼去快速的把那個數 一直到豬 這個數量 這個12生肖把它取得 其實我 第一個部分 我是Google一下 因為我懶得打那個12生 所以我就在這邊打 找到什麼 數到豬 對不對 那我把它複製 可是問題 一樣的問題 它這個資料 不是一個表格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變成表格 跟各位講一下 我剛剛是怎麼做的 跟各位分享一下 第一步 我先貼到旁邊好了 把它貼到C1這裡貼上來 但問題 它不是 因為我今天需要幾個動作 第一個 需要把它切割開來 切割開來怎麼做 第二個的話 切割完之後它變橫的 我要把它變重的 怎麼做 有沒有 當然你可以重打 只是說重打 還是要打12個字 我覺得有點麻煩 我剛才拿複製 那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貼過來之後 在資料裡面 有個叫資料剖析 剖析部分的話 有個分割符號 分割符號部分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就有一個其他 那你可以把中間的頓號 把它輸入上 它就會幫你分割了 下一步 然後直接按完成就好了 它就幫我怎麼樣 把數到處全部都切開來 OK 當然你想說 老師我不要這樣做 我慢慢複製 也可以啦 只是浪費時間而已 我是提供各位一些方法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需要的 這個12生效是縱向的 比如說我希望這邊放一個什麼 這個叫生效 總共的話 我需要有兩個欄位 這個是數量 那我當然呢 我把什麼呢 把這個數到 豬怎麼把它放到這個A2的地方 你可以什麼 Ctrl-X 或者減下 減下之後把它貼到這邊 可是貼過來之後 它會橫著走嘛 我如果要反向 把它變成垂直的話 怎麼做 知道嗎 選擇性接著 然後呢 沒有 沒有嗎 要複製啦 不能用減下 好像 Ctrl-C 然後在這邊 A2的地方 選擇性貼上 然後呢 選擇一個功能 這件事情就搞定了 有的說對了 但是一半的說 應該什麼 詞的話它還是很像 所以記得哪一個 就轉式嘛 什麼叫轉式 其實是轉方向的意思 不過它因為它那個轉式 突然你乍看這個名稱 你會不知道什麼意思 其實轉式意思就是說 幫你把水平的變成垂直的 垂直的變成水平 就叫轉式 OK 所以特別注意 以後不要不知道這個功能 如果不知道這個功能 以後很多事情你就傻傻的怎麼辦 慢慢再 Ctrl-C C 你要貼12次 如果轉式的話 按確定就好了 有沒有 然後你再把舊的資料刪掉 這樣不就OK了 好 那再來我的習慣是 這個這個人怪怪的 轉式過來這個好像格式怪怪的 我習慣把這邊的格式清除一下 這個數這個字啦 雖然不影響 但是還是感覺 它好像只有數這個格式怪怪 再來我習慣是把這一邊的資料 做一個表格啦 所以一個表格點一下 然後習慣生效這邊用黃色的底 紅色字好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楚 那如果說我希望呢 可以把那個數量快速統計出來的話 其實跟各位講 你可以用一個什麼 函數叫conif 統計裡面 再來這個函數非常重要 我印象中我們以前有教過 只是說不知道同學記不記得 大一的上學期 有用到一個黑名單篩選 有沒有 用到一個函數叫conif 這個有印象嗎 忘了 OK 那conif主要用途什麼 其實就是 就是幫你計算 con什麼 算幾個 if就是條件 算幾個 如果 哪個條件存在的話 OK conif 這個還蠻好用的 我常拿它來計算 像點名有沒有 你們填好網路上的簽到 其實我用conif就知道誰來誰來的 conif 所以conif還蠻好用的 所以有的時候啊 你要能夠提高效率 恐怕還是需要一些方法 好 conif我按確定 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他會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range range 意思說你要去哪邊查 我當然要查成語 所以切到成語這邊 然後呢 把所有的成語給他 A2 一直到下面 cntl-shift向下 cntl-shift向下 OK 你當然可以慢慢拉 只是說你慢慢拉 會拉很久 然後呢 再記得喔 把A2 跟A的1186 記得按F4 為什麼 因為將來等一下我要向下 所以呢 一定要 或者你可以在2跟那個1186前面加錢的符號對不對 A不用啦 其實這樣就可以 也就是按F4 他會幫我在那個什麼呢 數字前面加上錢的符號 因為我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如果你沒有加錢的話 他2會變3 3會變4 一直等於加 那條件的話是什麼呢 條件部分 那我要幫我查一下數 不過你會發現如果按確定的話 你會發現全部都0 為什麼全部都0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個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關 那個什麼 包含的意思差不多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指向數的話 那裡面如果只有一個字數 他就找 就是有 可是如果說你是不管前面是什麼 也不管後面是什麼 就是關鍵字的話 那記得喔 你用關鍵字的方式去給他 那怎麼樣關鍵字呢 其實這個邏輯跟那個 我們之前教各位的那個圖書查詢 還有沒有印象 請輸入那個提名關鍵字 就這個概念 蠻像的 也就是說裡面的資料喔 記得前面要有個信號 後面有個信號 然後中間放一個數 這樣子他才會知道 OK 道理一模一樣 只是說呢 上個禮拜講的在VBA裡面 那今天的話是把它換一個地方 換在Excel裡面 那只是說寫的方法不太一樣喔 那這個地方這邊注意喔 語法喔 一樣呢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然後放什麼呢 等於 等於信號 後面的話呢 記得用AND 串接 有沒有 等於信號 表示說 如果開頭是數的話 這樣子 你就寫這樣喔 特別是他的串方法是這樣 先打一個 等於信號 然後後面再串接什麼 串接一個數 AND A2 OK 那後面的話怎麼串呢 記得喔 在AND 然後一個 一個字就可以了 一個 雙引號 一個 信號 然後一個 意思是說後面再幫我串一個 串一個信號 所以得到的結果 結果就會長 像這樣子 有沒有 雙引號 然後等於 老鼠的數 放在中間 然後不管前面是什麼字 不管後面是什麼字 反正呢 只要中間 有出現 數這個字的話 就幫我 count if count if 就算幾個喔 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是幾個 一個就出現了 有沒有看到 所以等一下如果說 假如說你出現有數字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打對了 最難的在這裡 count if OK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可以做一件事了 向下填滿 然後 馬上就全部算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這樣還蠻快的 然後我們 最後再來就是做一件事情 把這個地方做重新排序 資料裡面的話呢 如果想要知道 多的在上面 少的在下面的話 那我可以把游標 先放在B欄的地方 然後資料裡面做一個什麼 Z到A 這個跟那個 樞紐分析表那個結果差不多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虎就幫我排出來了 那猴沒有耶 豬也沒有 豬什麼沒有 OK 好 不管了 那龍的話這排第二個 不過好像大家最喜歡的就是像虎 不過馬是可以 可以想得到 為什麼 因為以前的交通工具就是馬 有沒有 馬路 現在其實是車走的路 可是還是叫馬路 上面去沒有馬 有沒有 只有車嘛 對不對 可是還是叫馬 因為它是最跟人親近的 可是老虎的虎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 對不對 難道住今有動物園嗎 現在是有動物園看得到 OK 所以其實虎為什麼 還是說以前 中國附近也經常會吹老虎嗎 欸 數量很多嗎 因為後來濫捕的關係 所以慢慢就看不到了 有沒有可能 不管了 反正這個也是一個 一個淵源嘛 你可以當成是 反正你就一個問題 OK 那你有沒有答案自己去找吧 OK 可以追根究底 不過其實 這個 這對很多動物其實本來數量有很多 後來都不見 為什麼 因為人類的濫 對不對 像現在鯊魚也是這樣 鯊魚其實現在對以前 大概剩下 現在百分之三個米 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七 通通被人類濫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 你們再把這個地方 做一個 插入一個什麼圖表 圖表裡面的話 你就選擇什麼 直條圖好了 那直條圖點一下 這個數量就出現了 你可以把這個數量這邊打一個生效 就是最後做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類似長這樣 生效的數量 畫面先還給各位 第一階段 請你把那個 就是 你要統計的 相關的那個 關鍵字 所以之後你們資料做出來 那個 其中報告裡面 也是稍微幫我統計一下 比如說你想要統計 書裡面 哪些關鍵字最多 那你可以先找幾個 你覺得比較有特色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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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